作者 第一财经 大量投资人的分红停止 本金到期也未兑付 把鼎一峰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也把楼市中的抵押带搬至台前 香港鼎一峰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鼎一峰由隋广义创办 这位留着长长的胡须 外形仙气飘飘 年过花甲的老者是鼎一峰的灵魂人物 被其追随者尊称为隋主席隋老师大师 在他的带领下 鼎一峰以玄学投资著称 投资年化收益率最高达60% 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根据鼎一峰的一份内部宣讲文件 其在全国的投资人数达50万人 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港币 因为大本营在深圳 珠三角的投资者比较多 因此在鼎一峰出现对付危机之际 有传言称 保守估计深圳有上万人 通过金银贷抵押房产等方式 从银行贷款投资鼎一峰 流传的小作文这样分析 现在鼎一峰分红断了 至少也要被讨八个月 投资者可能还不上银行的利息 更没钱 还本金 投资人唯一的自救办法 是低价卖房 因此 深圳楼市将迎来一轮抛售潮 对于上述传闻 第一财经咨询了深圳市公安局 福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工作人员称并不清楚相关情况 目前关于鼎一峰的事情 还在核查 未必案 深圳金融监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则对第一财经表示 没收到相关的通知 具体有多少人 用房产抵押的贷款 投资了鼎一峰 也还不清楚 官方并未发布相关的数据 尽管上述传闻中 关于上万人用抵押贷款 投资了鼎一峰的信息 还无法得到证实 但第一财经了解到 现实中确实有投资者 进行了上述操作 现在鼎一峰出现兑付危机 用贷款投资鼎一峰的人们 该如何度过难关 抵押房产的投资人 一个鼎一峰投资人微信群里 大约有200人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当统计信息时 有近60人主动表示 自己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 抵押了房产贷款 投资了鼎一峰 抵押房产贷款金额 少的有50万 多的有1500万元 吴灵就用房产抵押贷款 投资了鼎一峰 他对第一财经表示 最开始接触鼎一峰 是自己一个十多年的朋友介绍的 他不断给我洗脑 让我学会用银行的钱赚钱 说把钱放在老鼎 鼎一峰比放在银行还安全 最终在业务员的劝说下 再加上60%年化收益率的诱惑 吴灵向银行抵押了 其在东莞的住宅 并将抵押房产所得的贷款 以及自己的全部积蓄 共290万元 投资了鼎一峰 吴灵表示 抵押房产进行贷款 也是鼎一峰业务员出的主意 业务员甚至还帮忙 介绍了贷款的中介 上门进行贷款一条龙幅 吴灵投资的产品收益 包括三年回购增值部分 以及每个月2%左右的分红 因为回购增值部分的收益 要三年到期之后才能收回 还有一年多才到期 所以过去一年多以来 吴灵每个月都靠分红 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利息 业务员一直劝说 熬过三年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 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 鼎一峰就开始不给分红 吴灵是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抵押的住宅 是她唯一的一套房产 在鼎一峰停止分红之后 她去找业务员询问情况 希望拿到分红 业务员的态度 却出现180度大转弯 不要在别人困难的时候 落井下石 大家不都一样 没拿到分红吗 这时 吴灵才恍然大悟 当初投资的时候 投资款项 是直接打到了业务员的账户上 而不是顶一峰的账户 更关键的是 尽管签了合同 但合同盖的章是假的 被高收益蒙蔽了头脑 现在悔恨已晚 吴灵对记者表示 当时向银行贷款的时候 自己的房子估值230万 也贷到了230万元 现在市场下行 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 已经降到180万元成交 如果最终实在没钱偿还贷款 要么以市场价 或者低于市场价卖房 要么银行将房子进行法拍 无论哪种方式 房子都卖不到230万元 其中的价差 还得自己掏钱补上 最终赔了房子和积蓄 还得背上几十万的负债 他跟孩子都得搬去出租屋 一名从事贷款中介业务的工作人员 对第一财经表示 抵押贷款分为经营贷和消费贷 相比之下 经营贷需要以企业的身份贷款 贷款额度相对高一些 不过在还款方式上 两者大同小异 都是先还利息 再还本金 一般贷款期限是10年 期间3年需要过桥 重新贷一次 如果房产的估值下降幅度太大 再次过桥贷款时 贷款人能贷到的钱会逐渐减少 投资人也就需要自行补上差价 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复苏不明显的背景下 投资人抵押的房产价值下跌 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实际上 投资者将抵押贷款用于投资 也存在风险 广东支恒律师 事务所律师郑伯恩 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一些银行在贷款的协议中会约定 带出来的款项是不可以购买理财产品的 如果被银行知道 则需要提前还款 换房梦破碎 王梦也是鼎一峰的投资者 他的投资经历可以用中途走错路来形容 王梦原本的计划是把在东莞的房子卖了 在东莞换一套大房子 帮王梦卖房的中介知道 他刚卖完房 手里有钱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鼎一峰的业务员 他们说收益很高 三个月就能回本 六个月就能翻倍 不到两年前就够在深圳买一套房了 王梦回忆道 最开始王梦的警惕性很高 不愿意投钱 业务员就三天两头叫王梦去顶一峰喝茶聊天 聊顶一峰是如何赚钱的 并卸身说法 自己在顶一峰干了几年 赚了不少钱 甚至还却说王梦也去顶一峰做业务员 边考察边投资 这样也可以看着自己投资的钱 在业务员的软磨硬泡之下 王梦选择先投资一笔六十万元 半年期的产品试试水 然而肉包子打狗 一去无回 三个月之后 王梦发现钱拿不回来了 业务员就开始推托 说投资标的在升级换贷 最终又将上述六十万元 签了一年半的封闭投资合同 与吴灵一样 王梦的钱也是转给了业务员个人 没有直接转给公司 拿到的合同也是盖了个萝卜章 这相当于诈骗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还在调查 王梦说 除了上述六十万元 在此期间 王梦还投了一笔 一百二十万元三年期的产品 也就是顶一封投资合同中 常见的三年三倍 年化收益率百分之六十的产品 因为稀有顾虑 业务员就叫王梦 把钱借给他 以业务员的名义去投资 业务员每个月 给王梦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 但是在第三个月的时候 业务员就开始违约 不给分红了 好在这一百二十万元 跟业务员打了欠条 王梦咨询律师之后 知道钱还有追回的希望 就开始经常去要债 我特意请了一个人 跟着我 保护我 我带着一包吃的 用的物品 几乎二十四小时 跟业务员 他走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准备跟他一个星期 穷追不舍之下 业务员也只好 我退还了王梦的一百二十万 拉人头的套路 提起顶一丰 林海化名 就一肚子火 他不是顶一丰的投资人 是家里人投了钱 怎么劝都没用 他对第一财经表示 他们家以及周围的亲戚 对顶一丰的投资金额上亿元 为了投资顶一丰 林海一家 已经卖掉了价值三千万的房子 还贷款了一千万元 事到如今 林海的家人 仍然没有迷途知返的意思 每每林海将一些 关于顶一丰的视频 发给家人 得到的回复是谢谢提醒 他们还说 任何一家企业 在创业过程中 都会遇到风波 即使顶一丰崩了 随老师被抓了 也没有关系 就当是为我们挡灾了 我也不会去闹 去要求退钱 却说家人一年来 林海已经身心俱疲 林海家人 目前在顶一丰的分红 还没有断 这在记者 接触到的顶一丰 投资者中 算是少数 他对第一财经表示 之所以 现在还按时拿到分红 可能是因为 家人 是顶一丰的业务员 另外 在更高一级的业务员来看 他们家的资产 还没有被榨干 还想让他们家 继续投入资金 相反 那些目前 没有按时 拿到分红的投资者 可能在业务员看来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了解顶一丰 快一年以来 林海已经摸清了 顶一丰拉人投资的套路 业务员会先给一个诱饵 让投资者先投入少量的钱 大概半年之后 就能收到高回报 林海对第一财经表示 在这个过程中 投资人可能会担心 自己的钱是否能拿回来 就会跟业务员频繁联系 在此过程中 业务员会逐步了解 投资者的家庭情况 包括家里是做什么的 有多少钱 多少套房等信息 忽悠投资者继续投钱 最终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 产品的时间周期 也越来越长 三年 五年 十年不等 更有一些投资者 最终也变成了 顶一丰的业务员 他们拉上自己的兄弟姐妹 和父母去投资 说辞是 房子放着也是放着 还不如拿去抵押 只要抵押 就有一笔资金 带出来的资金 用来投资顶一丰 每个月就有2%的利息 林海无奈地说 在林海看来 顶一丰的雷 现在爆发 一部分原因 可能是经济环境出现变化 房地产市场下行资产下降 再加上2023年 两份监管机构的风险提示文件出台 顶一丰能拉到大人头 和资金变少了 资金已经不足以 对付前期承诺的高额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2023年2月 11月 深圳市房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专办办公室 就曾发布关于顶一丰的风险提示 称顶一丰 关联的主体众多 且分布在全国各地 在深圳的经营主体 不持有金融许可证 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 另外 顶一丰的关联主体 包括 元丰 元会 元亨 万顶 天顶 家顶 华音等分布 通过茶会 晚会 读书会 上市发布会等线上线下活动 薛阳太光波磁电疗法等产业概念 以柴翼投资法等方式 吸引投资人认购顶一丰 关联主体的原始股权或期权 存在非法集资风险 如何维护权益 记者了解到 投资人将资金打入私人账户 投资合约的管辖地 在香港 有的合同或者收据盖的是假账 都可能对投资者拿回资金造成影响 对于顶一丰 没有按照约定 每月给分红的情况 投资者应该保留好相关的投资合同 收据转账记录等证据 以便在维权过程中提供 广东支衡律师事务所 郑伯恩律师表示 投资者应该及时向当地金融监管部门 公安机关 工商部门等反映情况 寻求帮助 要求查处 可能涉嫌非法集资的顶一丰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诉讼或仲裁等方式 向顶一丰及其关联方提起索赔 追回自己的本金和利息 投资人未将资金打入公司账户 而是打给销售人员个人账户的 在法律上判断是否是为 以履行出资义务 郑伯恩对第一财经表示 首先要看合同中 是否约定了指定的收款账户 若约定了指定的公司账户 转账到指定公司账户才合法 但若未约定指定的收款账户 根据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指示 转入其个人账户 后续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 相应履行其义务 可以视为公司认可 工作人员的收款行为 另外对于不少投资人的 合同管辖权 在香港这个问题 郑伯恩表示 如果是民事诉讼 投资人则需要举香港法院维权 另外与内地不一样的是 香港法院收的诉讼费 是非常高的 律师费更是高的离谱 而且不向内地可以风险代理 从而前期不用收费 也就是说 投资者在资产追回之前 就要花费很大的一笔费用 郑伯恩也表示 如果关于鼎一峰的事情 构成刑事犯罪 内地警方立案 投资者则可以请内地的律师 进行代理 对于罗伯章的问题 郑伯恩表示 如果真的是假章 则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 只要投资者证据充足 胜诉的可能性比较大 客观上 仲裁或者诉讼赢了 如果鼎一峰没有财产的话 也很难执行 投资者拿回资金 也存在难度 郑伯恩补充道 郑伯恩表示 鼎一峰事件 再次提醒我们 投资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 一定要慎重 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 理性选择 其次要增强风险意识 遇到问题及时维权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应受访者要求 文中的吴灵 王梦 均为化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kan钰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